像沙茶匠队的跟小山一样高 全部铁上封条 因为这些都是不合格品项 里头含有苏丹红辣椒粉 南投金福华食品公司 向金站进货了8988公斤 问题辣椒粉 但卫生局到场机茶时只剩下13公斤 其他已经全数被做成 共计55款的沙茶匠 主要是福宝牌沙茶匠17公斤 以及3公斤的款项 初步估计下游厂商有139家 同路流向全省的小吃店餐厅 以及小型火锅店 原本一度传出 廖君代言的福宝牌沙茶匠 也中标 不过业者干净澄清 福宝牌沙茶匠也是OK的 是没有受估染的 但是如果消费者有益率的话 我们益率要退货 每次会给他做退货处理 这期台南食品行 也有铺货福宝牌沙茶匠 不过11号 一早业者已经陆续下架 因为这款沙茶匠 有许多小吃餐饮业者都在使用 会造成每个人很恐慌 昨天收到消息的 我们会叫我们的经销商 来把它收回去 你看路边摊有多少人在生活 期间有余根面 几乎都会加上沙茶匠调味 台中的小吃业者 前一天进货消息 得知金福华旗下的沙茶匠 用到问题原料 尽管进货的不是福宝牌 但也不敢用全部退货 不管有问题 我们就是全部退货 那针对于像前年部分 跟加热福 又买到我们福华品牌的东西 它虽然是没有污染到 但是消费者有疑虑 我们就跟他就退货的处理 金福华说 自己也是受害者 初步损失可能超过五千万元 或许也将向金站公司求偿 并且同步向下游厂商联络 要赶紧将问题产品 全数回收下架 金新闻综合报导